大家好,我是Mira 我相信很多人都吃過韓國的辣雞麵 Puridak Pukumyeon 其實他們剛剛推出到現在 是出過非常多不同的口味 但是幾個月前 原來他們又有一個新品 就是我現在手上藍色這一包 Puridak Pukumyeon 就是拌麵來的 全部都是拌麵 有什麼分別呢? 但他們的韓文其實是炒麵 這個才是拌麵 因為它新出不久 它還沒有搬麵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要煮的回來 但是大家看看這裡 它寫著這個Product Challenge 為什麼呢? 就是說在這麼多款味道裡面 它是最辣的 它裡面除了有本身的醬之外 還有另外一包叫做挑戰包 那就是特辣 激辣的 所以我也特地買了過往不同的味道 打算做個比較 然後我身邊有一位人士 他說他沒有吃過很多款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可以找你做基準 因為我本身是吃辣的 但是我覺得我有變弱了 我以前是覺得 Original味道是甜 不會啦 我甜的樣子都害怕 可能我老了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會覺得 腸胃不適之類 但是現在就要來挑戰這個 Product 品牌 好來開箱 今天特別多謝ShotShot的贊助 在現在這個科技發財日子 我們對於網絡的依賴性 越來越重 無論是看劇或是跟朋友視像 或者很多給錢 轉賬這些 全部都在網上進行 而我們在網絡上的足跡 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要有保護網絡使用的需求 ShotShark是一個VPN的服務 它可以防止在網絡上 被人用任何方式去監視 盜取數據或個人資料等等的問題 例如有Hack Lock ID保護功能 即是當有人想進入你的電腦 或是進你的email的時候 會發出一些警告 或者是Blind Search 避免在搜尋過程中 被廣告鎖定等等的功能 另外很多人都困擾 就是這個Streaming平台地位限制的問題 現在通過ShotShot都可以解決到 無論你身材在哪裡 都可以看到你想看的影片 或者劇 現在大家用我的訪報告 就可以得到80%off 因為啦 還額外有三個月的免費 另外ShotShot也有30%的Money Back Guaranty 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到下面的資訊欄裡看詳細的資料 但是呢 發覺有分別的 這個面是特別粗的 唯一這個Carbonnara是粗面 咦不是啊 它這個是花筋欄 這個原來不是完美的 原來 為什麼不受歡迎 即是大家已經覺得甜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覺得甜啊 What 好 那現在呢 在吃那個PVM潤之前呢 因為我們想由最不辣的開始吃起 因為如果吃到最辣的時候 你回頭就已經沒有味覺了 對 你覺得哪一款是最不辣呢 你覺得 粉紅色 那我們先由粉紅色開始 因為粉紅色這個是Garbonnara 好像之前我偶爾都會買它來吃 這個好香 對嗎 我為了你呢 我準備了幾個飲料給你 好嗎 為了你這個菠蘿汁 西瓜汁 牛奶 放在一邊先 有需要的請韓用 是 還要這樣 嗯 好吃 但是它辣的 我現在也會覺得它辣 好嗎 好嗎 麻 麻嗎 糟了 甜 我覺得 那種感覺是 我覺得它不是辣 我覺得它是鼻 你也夾第二條 好吃 本來我們想買最origin的黑色 但是已經找不到 市面上找到的 基本上就是這幾個 其實我還有看到 這個Lights版 但是它只不過是熱量lice 它不是辣度lice 所以我覺得 沒有買的必要 所以就沒有買了 這個辣度你覺得如何 這個 Carpinora 淡製三小辣 它這個有紫菜糞 可能知道芝士留 所以要混合紫菜 做這些半面的時候 是需要留一點水 會混合 因為它那些是粉 留一點水 它就可以跟粉 更加好好地融合 才好好地黏在每一條麵條 卡紫菜 卡紫菜 我完全不辣 我覺得它芝士味比較多 但它沒有那麼辣 而且沒有剛才那個那麼濃 分別就是你吃得出 有芝士的感覺 嗯 這個比較柔 沒有那麼好吃 但我覺得兩個比較起來 粉也不會好吃 還有芝士粉 我覺得是不好吃的芝士粉 但現在我也開始覺得辣 吃了第二口 我會想喝東西 但不是因為覺得辣 是因為口渴 是 但其實我覺得喝奶 喝水 喝什麼都解不了辣 我覺得那個辣 是要等它自己慢慢沒有 我覺得因為它太濃味 所以想喝點東西 然後下一個呢 你覺得下一個 炸醬 試炸醬 但是呢 是越來越辣的 你吃整個麵 你整個麵的辣 都是要刺你的舌頭 我暫時ok 好 奶 炸醬麵 這個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辣 因為它有炸醬的那個 濃味 那個春醬 就是黑色甜甜的那個醬 嗯 很好吃喔 這個我沒有吃過 是錯覺還是什麼 我覺得它好像沒有那麼辣 因為我覺得真的有春醬的關係 為什麼它不辣呢 我覺得這個頂多有兩個新辣麵 哇 我驚喜 這個 是舒適的 這兩個就會這樣 好 倒這個 這個是 肉醬意粉味 它的香味已經有一點點不同 其實它真的出太多味 但是它有肉粒的 有些肉粒 它有香草的味 它有一點番茄醬的酸酸的味 又是麻 嗯 嗯 是杯麵版肉醬意粉 再加了 然後辣醬 咦 它們兩個的辣度是一樣 它不辣是令我更驚喜 不行 我覺得要來這個 這個應該會辣 這個也是紫菜 它的顏色是沒有了 是最熟悉的顏色 嘴唇開始 發熱 我的舌頭有問題 為什麼我覺得沒有這兩個那麼辣 糟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不是懷疑了 我其實想在這五個裡面 排名 這兩個是一樣的 其實我吃了兩口 完全一樣沒有感覺 然後我吃第三口 立刻覺得辣 我想喝東西 所以其實這兩個 然後沖 這三個我一直 嗯 嗯 嗯 這五款的辣度排名就是這樣 我個人覺得 這三款好吃 我選一個的話 我會選一個好吃 我們現在就要來挑戰 最辣的Pibinion 它的麵不一樣 它的麵好像最幼一點 挑戰醬 其實如果不懂韓文的話 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然後兩包都放進去 然後就 拜拜 拜拜 好可以了 因為韓國的Pibinion 也是 凍食 所以為什麼 剛才那個Pibinion 和Pibinion 它們的分別就是 Pibinion 是需要過水 但是Pibinion 是不需要過水的 因為它這裡有說 是要 是凍食的 已經OK了 好 非常的緊張 現在 它這裡是有兩包的醬料 我們的猜測就是 這包醬應該跟普通的一樣 然後 要再辣的才加這包挑戰醬 好 美麗美麗 而且我覺得 應該吃下去 會 可能沒那麼辣 因為它是Pibinion 因為它冷了 好香 它是Pibinion 那種 韓國的冷麵有分兩種 一種是水冷麵 一種是半冷麵 它是半冷麵的那種味道 通常會有剪的 然後你就可以剪一下 通常男生就會剪一下 但女生就會剪兩下 沒有辣味 好美味 這個好吃 我再吃一口 一口 再加上這個挑戰包 你不要 加進去就吃不到 哇 你看不看 好修飾 你看不看它多稠 它差不多高 現在是很高 那種味道很噁 咦我都加了 它是濃的味道 它是濃的 嘩 它現在還有一種辣味 聞好東西 你快點吃吧 我看你的反應 為什麼我覺得沒有剛才有那麼辣 是不是待會才撕出來的 哦 不是有 它現在 後面才飛出來了 你開始要飛出來了 但是剛才一開始吃下去 真的完全是零 感覺 但是它這個後勁 跟剛才那一堆 後勁 是 麻出來的 它這個呢 你會吃到有一點辣椒味 你第二口應該會辣 但是你覺不覺得這個 最後是有一點辣椒味 苦苦的 然後你慢慢 越來越出來了 即是你把麵放進口裡 都沒有感覺 它一直有錯覺 就是 嗯 我是甜甜的 涼涼的麵 然後你快要吞的時候 哇 開始辣了 你就會覺得 哇 大鑊了 咦原來是辣的 啊 又給前面那一堆辣 第三男應該就會開始 頂不上了 是真的騙你的 嘩 它第三天也是一樣 你吃的時候它又在騙你 我不辣的 我不辣的 這樣 喝光了 所以我就 因為一開始韓國出 什麼 我想說 因為一開始韓國出辣雞麵的時候 它是辣很多的 之後它可能再改成什麼 哇 現在很辣 我說不出話 可能有太多feedback 所以 之後是有 變得沒有那麼辣的 它是同一個味道 但是也沒有那麼辣 黑色的 我覺得這個呢 像是剛剛韓國出沒來的時候 那個辣 你的嘴巴不塞東西的話 你會感覺到辣 哇 我是吃了三口 但是我已經覺得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差了 因為我以前好像吃辣 啊 我不想塞進口 你停不住喝奶 我覺得這個麵很適合用來prank人 就是沒吞的時候覺得不辣 就會覺得 啊好吃 但是後勁很靈 不是 但是真的不辣 但是我覺得它又不會 又不是說很辣很辣很辣 那種 因為anyngy有出一種紅色版本的 雙辣 那個是很辣 你咀都沒咀完 你是吞不到的 但是這個 其實都可以吃得下肚 但是呢 感覺吃完之後 會餓 所以其實這些根本就是BB版 如果大家不吃辣的話 這個可以不用挑戰 但是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應該會很喜歡 因為其實它是好吃的 我比它挺高分的 其實 咦 但我現在又不辣了 你這樣說一說話之後 就沒有了那個感覺 昨天呢 我豈不是又壞了 那條麵 不是啊 現在真的不辣 我快吃光了 好奇怪 做不到結論 這個麵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試 那好吧 我們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謝謝老闆 Bye 好可惜 在你 那裡 見 好可惜 你 我